來來來看一下 邪惡邪惡超邪惡 邪惡的波浪狀的薯條 邪惡炸雞 對 超邪惡 看得到吃不到 這家店要收了 對啊要收了 這皮看起來跟那個小吉士差不多 好像是 很像 很像 但是他的小吉士好像要顏色比較深一點 深 會比較淺 那現在就看他的味道如何 上來 可是你要從這邊就好了 沒關係 我用4K的畫質在錄 薯條 你要寫網紅這樣薯條 喔對他已經沒辦法對焦喔 我想到 薯條 波浪 然後你還要買麥克風 對 那他收音不好 他現在也沒辦法看 薯條 他網紅都每次說 來看一下 他這樣 自動對焦 很誇張欸 這時候他怎麼不能看啊 我用4K錄他沒辦法買上台 因為他 他有畫素材 好 太兇了要等一下 嗯 更冷燙了 薯條是好吃的 嗯 我在得說高雄那個小吉士吃下去 我就知道 安媽的就是好吃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就是比美麥克風好吃太多 太真了 真的是這樣 所以去高雄 而且還有拐到欸 如果他拐到欸 小吉士欸 所以去高雄呢 千萬不要忘記去吃小吉士 他有三家店 這是兩家喔 他三家 一家在 火車站出來沒多遠 所以在那個中央公園上去一點 在那個 六合夜市上去一點 喔 這是美麗島站 走上去一點就倒了 美麗島站就是我吃的那一家 喔真的嗎 對啊 他在那個路裡面吧 對啊 旁邊吃的 裡面有一家那個 裡面很像那種大伯的欸 看啊大家 我去吃那一家 美麗島站啊 應該看不到了 應該沒有 不需要睡覺了 所以應該OK吧 應該可以啦 嗯 他就是那種脆脆酥酥酥的欸 但我覺得這個薑也是裹有一點多 那個好像沒那麼多薑 喔好燙 還是很燙 還是很燙 有一次我們在美麥島禮拜六去吃 好像嚼一桶你知道 忘記了 阿大廳也在 他剛炸出來 太燙 吃不吃那個雞肉的味道 好燙 你是不是最精湛吃的那一次 最精湛 對 但是太燙 所以那個味道吃不出來 我覺得那次整次很難吃欸 沒有想像 沒有那個以前那種好吃的味道 後來我覺得應該太燙了 讓他 雞汁都沒有那個 他不然手會很胖啊 嗯 應該 應該撥一下 應該撥一下 應該可以 我覺得要撥一片來解熱一下 來 不一樣 不一樣味道 嗯 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嗎 我剛吃比亞 不一樣味道 肉還不知道 肉有 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嗎 他是高雄的好吃 哎呀做高鐵 來來來 好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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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有沒有吃 好 OKOK可以 我吃雞腿一定會沾胡椒粉 不一樣 嗯 不一樣 但我覺得還可以 對啊 當然是可以 但是就是 這個經驗度沒有 沒有高雄那個強 沒有高雄那麼驚豔 就是吃到說 驚為天人 嗯 沒有那麼強硬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我 國中時候吃到的味道 很久遠了 但是我大概還吃到那個 武林橋的 武林橋的德州站 他叫德州小局勢 德州小局勢 嗯 我真的差點被騙了 就是那個 有跟同學聊天嘛 然後有一個小姐走過來 認識你們一下 然後就聊天 聊聊就說 欸我現在在賣那個什麼 什麼美語教學 錄影袋 他那時候都錄影袋 沒有CD啊 那個 靠六千塊 但是你先付兩千塊 怎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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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優惠 以前六千塊也很大 對啊 然後我就 因為 我們起碼就跟他簽了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回家被我爸罵 然後打電話去罵他 然後就 我爸說兩千塊我快送他 然後就 然後就 我爸說兩千塊我快送他 嗯 還是不一樣嗎 還好 那這樣子 他說我不會難過 嗯 因為還好 我們去高雄吃就好 但高雄後來吃一次 好 好 好